他這個就是順著 順著金錢的流向走 然後辦案的進度 真的是完全取決於 檢方的政治敏感度 這實在是因為非常的巧合 所以不不得不讓人 有那麼多的聯想 剛才這兩位都已經提到了 當賴清德的民調 往下走的時候 他就突然來動一下 因為無論如何 打攤總是受到民眾歡迎 即便現在謝龍介說 賴清德下手的對象 檢方下手的對象 都是比較偏英系的 或者是反正就不是賴清德 自己的子弟兵 不是自己的人馬 所以他們就可以放大膽 下手去做 即便是如此 民眾對於打攤 本來就是抱持著 是一個正面的態度 所以這個對於賴清德來講 當然還是會有些加分的 然後順著這個金流走 就是檢方 他早就掌握了 這些的證據了 你在查這個郭再欽 跟他的這個廠商之間的 這個關係的時候 就發現說他跟陳啟玉之鞭 也有大筆的這個金錢的技術 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把這個勾起來了 這個到今天才會知道嗎 不會吧 他這個案子一攤開來 然後所有的這些的這個金流 又不是說今天這個廠商 或者是說陳啟玉 他們用了冷錢包還是怎麼樣 並沒有這樣子 SUB 對還有SUB 還有或是很神秘的數字 什麼一千一五零零 等等並沒有 所以就是說 當廠商說 這個是其他款項 但是其他人認為說 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犯罪 他就把那個之間的可疑性 把它勾連起來了 不過我也覺得很奇怪了 就說廠商說這個是其他款項 然後檢方現在不予採信 這就真的是完全看檢方的新證 你在我們在柯文哲的這個案子上面 看到的就是說 雖然不管是說廠商的這邊 金華城這邊 他們說不是這個用途 但檢方也不採信 那他就像應曉威跟沈慶晶 他就說那個錢是公益用途 那檢方就不採信 那可是在這個案子上面的時候 當這個廠商說是其他款項 檢方卻不採信的時候 你就知道檢方心裡面 他已經有答案了 他今天要透過一個動作 來證實賴清德政府 這種打攤的決心 不分黨派的決心 所以就要形塑一個圖像 就是代表著他們是要朝著打攤 然後不分黨派 徹底的清除攤譜的這樣方向走 我覺得這一些的 這些都是有一些配合的節奏 但是問題就來了 因為打攤當然是好 但是辦會辦到什麼程度 郭蔡清案他也就只辦到郭蔡清 那大家就想說 真的就只是這樣而已嗎 黃國昌的講法就是說 這個是在挑戰社會智商 為什麼是在這個收動起來 那為什麼案子總是有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明明就很多啊 我都給你了 你為什麼不做呢 為什麼不動呢 像他就說了 你要去查什麼 查異常的金流啊 包括說這裡面買家是誰 那賣家是誰 那同時呢 他其實有很多 還有出現了這個彼此之間 在圈地在購地的時候 有去貸款等等的事情 這裡面有沒有所謂的利益輸送 人事仇佣 好 甚至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志涵 你要怎麼看 原因是因為呢 現在也被說了 我今天是看到Coco結獎 資深媒體人Coco結獎 他講說什麼 講說那個時候陳啟鈺 下來的時候還很多人說什麼 蘇貞章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表示他用人是非常非常明理的 他世人很明 你怎麼看 這個蘇貞章前院長 他意思說他要下台 他意思說換得好 這個是不是換得好 我覺得其實我也想要回到 這個點來談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在談 這個閉岸國家隊 其實他不只是我們現在 提到的嘉義綠竹這邊 還有大家記得嗎 麗陽光電 也是一樣是綠能的國家隊 但是變成閉岸的國家隊 這些事情 我們先不要講這些盤根錯節 派系關係 到底是不是因為派系的鬥爭 所以把這些臭不可聞的東西掀出來 但是他們有共同處是什麼 就是中央跟地方是沆瀣一氣的 我們再說到台南的 這個綠能光電的時候 那個土地 明明不能夠開發作為暗場 可是經濟部主管光電的這些科長 可以跟台南市政府的黃偉哲市長 還有他旗下的這個金發部 金發局的這個陳凱鈴局長 他們把它通過了之後 就把農地變更成了光電廠來使用 當中牽涉到非常非常龐大的利益 辦了這麼久 辦到哪裡去 我要說的是今天我們不曉得 到底哪些派系在鬥爭哪些派系 但我們看到的是仰岸 非常清楚的看得出來 現在當這個我們的總統 他出現了信任危機 或者是民調下滑的時候 這個案子一件一件的被拿出來 拿出來然後開始變成 所謂的政治鬥爭的工具嗎 或者是他們來速攤打攤的一個樣板 可是這件事情呼應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過去把這些弊案 已經揪出來這麼久了 過去不辦就是不辦 上一屆的總統是蔡英文總統 現在的總統是賴清德總統 但這麼多屆以來 他們不辦就是不辦 但是偏偏當他們的這個 民調下滑的時候拿出來辦 這是不是一個所謂的仰岸 是不是所謂的套養沙 怎麼樣套養沙 先把你這個綠能國家隊 養得飽飽的 然後大家中保私囊養夠了之後 哪一天有需要了再來宰殺你 可是我們國家資源 就這樣子被侵占掉了 所以真的很有世人之名嗎 真的是有心要來揭發這些貪腐嗎 還是最後都還是只是為了 你們自己的利益而已 可是這個套養沙是在不同時期 所以他的主詞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誰在套誰在養 最後是誰殺 這個主詞可能要大家自己自行帶路 自行釐清一下